这场历史性的北约峰会已经登场 美国总统拜登和欧洲的领袖 齐聚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 稍早北约各国领导人刚拍完大合照 接着就展开闭门会议 而这次会议的重点 除了展现出跟乌克兰站在一起 更重要的就是商讨新一波对俄的制裁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虽然没有亲自出席 但仍透过视讯在峰会上发言 他表示乌克兰就像是夹在西方和俄国之间的灰色地带 但一直坚持捍卫民主价值 另外他还控诉俄国对乌克兰使用了白鳞蛋 也呼吁西方尽快提供军机和坦克 协助乌国抗俄 而北约峰会上最关键的议题之一 就是北约增兵 在峰会召开之前 北约秘书长就表示 预计在东欧四个国家大幅增派兵力 包含保加利亚 匈牙利 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 不过针对乌克兰一直要求的禁飞区 已经派驻维和部队 北约至今还没有同意 一部分的原因在于 北约各国对于军援乌克兰态度不太一致 整体而言 北约目前的立场 还是希望不直接介入俄乌战事 除非俄国真的动用核武或化学武器 或是攻击了北约的盟国 另一方面 欧盟各国当然也把焦点放在能源议题 特别是欧洲对俄国天然气和石油的依赖 虽然南欧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 强调欧盟应该要统一政策 但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愿意对俄国祭出能源制裁 例如德国就多次重申 如果立即中断使用俄国的能源 对他们来讲经济冲击太大 其他的关注焦点还有欧洲的难民危机 因为战争 乌克兰短短几周内就有超过350万人逃离出国 其中200多万都来到波兰 而北约会议结束之后 再来登场的是G7峰会 以及欧盟理事会的会议 全部开完之后 预计在台湾时间25号凌晨召开记者会 至于拜登其他的行程 欧洲的峰会落幕之后 他还会前往波兰 并在当地时间26号跟波兰总统会面 不过暂时并没有打算前往乌克兰 以上是为您掌握的最新状况 有进一步的发展 我们将随时带您了解 把时间交还主播